接着来看看这个画面实在是很夸张 南投知名的观光景点中辽双龙瀑布 竟然有游客把这个地方天然野稀当成了自家澡堂了 在西边很自在地洗头冲头 一旁的游客是看到很傻眼 附近管理员看见了立刻上前制止 县府说这双龙瀑布并不是管制的水域 无法可罚 不过看看这样子的画面 在西边洗头发看起来实在太夸张 这泡泡全冲到下游去了 加上观光景点难免让人观感不佳 将会加强劝导 天然野稀便免费澡堂 妇人双手狂搓满头泡泡 洗头发豪舒畅 一旁还有人直接弯下腰 把头顶泡沫冲干净 地点就在知名景点南投双龙瀑布 一旁民众全都看傻了 怎么会在野稀里洗头自备洗发精 脖子上还围着毛巾 头一滴泡沫随着野稀冲到下游 民众痛批实在不卫生 重回现场双龙瀑布水质清澈 当时附近摊商现场募集 两名富人在野稀洗头 立刻上前劝阻 毕竟南投中辽龙瀑布 瀑布是知名风景区 县府说这里并非管制水域 无法可罚 只能口头劝离 离开之后留下了一些瓶瓶灌灌的垃圾 对我们当地的管理人员都造成负担之外 对整个环境的确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一来污染水源二来观光景点观感不佳 未来县府将加强劝导 别把天然野稀当澡堂 金红坚明 南投报道